本节目由中国广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广电5G192全新浩段 全新体验 让爱相连 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 他们是情感导师于波红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雷鸣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陆琪老师 欢迎 来 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你看 我们结婚七年了 直到现在也没孩子 我一直催着他要 但他就是不上心 还总说什么顺其自然 他总嫌我不上劲 还说我做厨师对身体不好 特别影响要孩子 但做厨师好歹是我的一期之长 男友说换就换的 他结婚之前 说结了婚比谈恋爱更幸福 可他根本没做到 到现在不仅对我态度不好了 还总吃我和男同事的醋 我觉得我做的已经够多了 家里的事情样样都挺他的 可他总是不满意 我希望他也能多想象我的感受 有请你对夫妻 有请 赵先生33岁 来自河北厨师 李女士35岁 来自河北电力设计 有请两位 有请 结婚七年了 七年之遥 是吧 也有点吧 也有点吧 今天来是因为 就是我俩结婚七年了吗 就一直也没有孩子 然后他就是 他就那种什么都是很不积极的态度 你说我这年龄也挺大了 都快36岁了 然后他比我小两岁 我就挺着急的 毕竟也结婚七年了 然后家里边人什么也催 包括朋友啊 同学人都二胎了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孩子本来这种 就是两个人的事情 这东西也只能顺其自然 你看他就是这样的心态 去医院看了吗 看了呀 就没有问题呀 没有问题就很奇怪了 对呀 就是我就说 就是他不努力 因为我本身也喜欢 爱揪什么的 我就说咱俩调理调理身体 因为我年纪大了 我就觉得你本身 我就就已经像高龄产妇了 我就想那咱俩都调理调理是吧 然后我平时也会给他爱揪什么的 然后人家也嫌烦呢 这不过按摩的时候 我也都是开车跟着一起去 然后都积极配合 他总是嘴上说积极配合 然后包括我还那个什么 我上网什么的 我一看那个 比如说网上有那便宜的 双十一打折什么的 有那男孩的女孩的衣服 我就觉得先囤着点 本来我这年纪就随时等待生产是吧 不是你先还 然后再随时等待生 对啊 就是我就看着那个小女孩 小男孩的衣服 我就觉得挺好的 那就先买一下吧 反正你要生的是吧 又不是丁克 懂了 然后我说咱们逼他要是女孩的话 你想给女孩起个什么名啊 男孩起什么名吧 他人家来个什么 顺其自然 我说孩子叫顺其自然呀 我就是觉得他压力太大了 这个东西等有了之后 这关键我岁数也大了呀 你老是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那等先有了之后才能起名 然后 然后 你先起着也无所谓呀 起起起起起 姓什么呀 姓赵 对呀 孩子不是跟他姓吗 姓赵啊 对 赵自然 对吧 可以吧 对吧 没事没事 别着急别着急 放松放松 听明白了 就夫妻两口子 因为生娃这点事 闹得很不愉快 对呀 他就什么事都不着急 他 那你要求他做些什么呀 你觉得他不着急 没起点算 就是我就说呀 咱们平时 你可以锻炼锻炼呢 锻炼 我每天早上 我就想带着他去 跑跑步啊什么的 我每天我都能走 一万五千步 我就说你也锻炼锻炼 人家说 我每天我都挺累了 还锻炼什么呀 我每天都站着 你是厨师是吧 对 那是不用再走了 厨师要多好的 那个马步工笔啊 对不对 就早上的话 也得锻炼锻炼呢 那我觉得 那你肯定得把 自己身体弄好了呀 不是 他怎么没有弄好身体呀 就是他这个工作 他是厨师 我觉得吧 对 他平时也不抽烟 也不喝酒的 这生会儿习惯还行 但是 不是挺好的啦 这还叫还行啊 但是你说 在厨房油烟多大呀 我就一直跟他说 我说你在厨房 你戴口罩 我就觉得这个油烟特别大 有可能就是 生不出孩子的缘由 那厨房那么多厨师 他都有 关键人家积极 你不积极啊 行行行 我理解是 你想让他换工作对吧 对啊 为什么不换工作 因为这个工作 我已经干了五年多了 想突然间换 也不太可能 您在厨房什么岗 做西餐的 哦 西餐的 对 但是怎么说呢 就我俩这个时差的问题 我正常工作 每天朝九晚五的 然后有周六周日 他呢 周六周日不休息 就是跟我根本就没有 明白了 他有时差 还有晚上 晚上他得九点以后才下班 十点都才到家 就是每天开车 还得开一个小时 我就觉得 就是挺累的 所以为了生娃先辞职 哦 对啊 我就是 这工作不行啊 而且他挣的也特别少 一个月挣四千块钱 什么都没有 我一个月还挣六千块钱呢 不是 厨房的话 其实都是这样 都是从一点点开始来的 你说干的时间长了 干的主厨啊 厨师长的 工资什么的都会翻倍 就是还要熬资历熬未来呗 对 我就是想让他 找个别的工作呀 包括你说他挣的少 我还跟他说 你跟老板谈生之家 老板也有意提拔他 但是他就不往前冲啊 总是这种拖后腿 就家里啥事都是我操心 我听明白了 就是说不仅生娃这件事 不积极 在生活的其他方式上面 也比较消极 对吧 是 但什么都是顺其自然 其实我也挺着急啊 然后工作的话 因为我当时只干了两三年 人家让你当那个厨师长啊 其实我这方面经验 肯定是不足 要不我就说他没自信呢 得对人家负责嘛 肯定是给人家工作 干好了才行 你不能把人家干黄了呀 你在那个位置上 你就可以干呢 你在那个位置上 你就学吧 谁天上就能干啥干啥呀 厨师长还真不是那样了 做到厨师长 还真是经验非常重要 他要有自己的团队的 否则做不了 对 工作的事 咱们不说了好不好 听明白了就是 在工作上他也不上进 没有积极配合 您生孩子的需求 对吧 还有什么上面没配合 我们两个本来一开始北漂嘛 然后挣的确实也不多 然后我就想着 毕竟我年龄大是吧 我就说咱们先 先生孩子 然后 不才三十五嘛 那这都快成 结婚那时候不才二十八嘛 不大 那都快成高龄产妇了 然后我就说 咱们先把孩子生了是吧 你这又牛奶呀 又回头上学的 马上就得上幼儿园 我说那咱就那个啥 孩子可还没有呢 离幼儿园还特别远呢 没事 然后我就说那个啥 他就非得想买房 他说既然还没孩子 咱就买房呗 买了吗 买了 这不挺好吗 压力多大呀 有个房才能像有个家吗 你不能有孩子了 然后跟人家挤着一起住去 那对孩子影响太大了 完全影响他 对 现在买房了 一个月还四千多的房贷 你说你才挣多少钱 我让你换工作 你又不换 他就觉得买个房子 就好像这爱情 就进白色香了似的 房子在北京哪儿 在唐山 对 在老家买 唐山买的也好啊 是挺好的 我就说那现在 就得生孩子呗 又回来了 行行行 你看啊 房子也准备好了 工作慢慢再熬一熬 也能提升 现在就差一孩子了 是不是这意思 还有这买房了 装修 都是我一个人操心 不容易 不容易 行 房子事咱不说了 还有别的事吗 生孩子感情是第一位的 我就觉得他这个人 特别不实在 咋了 就刚才是我俩 谈恋爱的时候挺好啊 我本来我就是 画图啊什么的嘛 就是这个颈椎啊 或腰椎都不好 他跟我说 他会按摩 学过 就是去找我了 就说我给你按呗 然后一按就得按 一个小时的 说给我按颈椎的时候 说你是不是这难受啊 我说对对对 然后按你腰椎的时候 是不是这疼 我说是 现在可倒好 现在结婚了 那你椎的时候是吧 那是 现在结婚了 当时给我承诺的是 结婚了比谈恋爱 还要对我好 然后现在晚上回来了 我说我这腰忒疼 你给我按按吧 他说你等会儿 我还得干完车 等会儿等会儿 总是等会儿 他说你怎么那么多事呢 本来就是这样 因为那个主持人 您看就是我早晨 八点半就出门了 然后到家的时候 我都猛踩油门 想到家早一点 大约是十点钟到家 然后到家之后 他就给我分配任务 擦擦地 谁让你擦地了 就准备洗脚水 我都得干 然后那个 不是还要准备洗脚水 要我没给你洗过脚啊 还有啥 然后就让我给他按摩 我都一天没见你了 再说我是高龄啊 不是你先怀上再 算了 咱这事过了 听明白了 就是女生觉得男生 什么都不配合 连这个感情都没了 男生说我就一心一心 真的想早点回家 在你心里还是很爱他的 对吧 对 反正我就觉得他不爱我 就每次我问他还爱我 人家说 这还用说吗 对啊 就是爱你呗 那你正常你不应该说爱吗 你什么叫这就 这还用说吗 咱要求是不是稍微有点高 那女生不都这样吗 你们俩 近年来有没有出去旅行过呀 想要玩 我倒是想旅行呢 你说他这个工作 他找领导请假 他都不会请 我说你跟领导请假去 人家怎么跟领导请假 领导 我那个休息十天行不行啊 我说我要是领导 我也不请给你 你哪能说行不行啊 就是你应该通知领导 你说我有事是吧 或者你解释一下 我们毕竟结婚七年了是吧 然后那个 不是 你不能逢人就跟人说 我们结婚七年 我老婆高危了 我再不要害了 没有 我就说呀 你就得找个事 你不能说那什么 你夫人是不是比较强势 对 他比较强势 你家的主都是他做是吧 你在乎他吗 在乎 这药娃这事你急不急 其实我内心也着急啊 但是这东西又不是一着急 他就有 好好好 行了 那就听明白 就这点事了吧 还有呢 就他特别小心眼 就我这工作吧 反正就是男生比较多嘛 有一次我去云南出差 然后上午 就是还有点时间 就有俩男生 然后我们就一起商量 我说要不去滇池玩一会儿 是我提议的啊 然后其中有一个男生说 他说他不爱旅游 他就不去了呗 然后我就跟另一个男生去了 然后他就生气了 其实我都全程汇报的 我跟他坐公交去的 都没坐一排 然后他就说 你怎么能跟一个男生 单独出去呢 我说我行的端 坐的正是吧 我又没隐瞒你 我觉得就是他没有边界感 您看就是我那个 中午休息的时候 当时也有那个女同事约我去 去那个公园溜达溜达 我去了吗 没有 对不对 我从来都不会去 不是 我觉得你同事之间 六公园啥的很正常吧 你为什么非得宅出男女来呢 这不是就是在乎你吗 怕你跑了吗 我就觉得他特别小心眼 所以今天来是干嘛 就一个 你说这么长 求子 不能说求子吧 确实人家都是公婆问题啊 什么呢 我们的 对 你们没有问题 但是你们的问题又特别地大 想要孩子吗 想要 还爱他吗 爱 你们俩如果就一辈子没孩子了 还会爱他吗 也会 你还爱他吗 还行吧 你们俩就一辈子没孩子了 你还会爱他吗 但我还是挺想要的 但是我觉得你这想要 完全停留在嘴上 我觉得是你没有付诸于行动 没有试过什么用科技的方式吗 我俩身体没问题呀 都查过是吧 嗯 行吧 老师问你们看看 怎么办吧 今儿比较棘手 让我们一起进入 求比特问卷 两个人 都想要孩子 这没有矛盾吧 那么也就是说 两个人的目标 是一致的 但是 妻子很显然 您有点急火攻心 甚至有点病急乱投医 既然医院已经检查了 说你们两个人都没问题 那么何不请 相关专业的医生再指导一下 如何顺利的生育 另外有一点 我不认可 您就指责说 就是因为油烟导致生不了孩子 这一点没有科学依据 我身边这么多的厨师朋友 他们一辈子在厨房里 孩子很健康 我认为辞职不是一个办法 万一 你认为 因为油烟导致你们无法生育 好 丈夫听你话就辞职了 结果呢 依然没有孩子 他是不是要埋怨你 是不是要怨恨你 有点多下班 家族油门往家里赶 回到家里给你端洗脚水 做人啊 有时候不要生在福中不治福 另外您说他小心眼 我不这么认为 我刚才就在换位思考 如果换了我的妻子 出差到这么远的云南 和一个男性两个人 去玩颠词 虽然你及时地告诉我了 我心中的那种不爽 甚至焦虑 我认为 这恰恰表达 丈夫对你的爱 如果丈夫对你无所谓 去吧去吧 好好好你们去 高兴高兴 多玩多玩几天哦 那就表明 丈夫真不爱你 她在乎你 这不是小心眼 这是因爱吃醋 这种醋 你应该感到开心 所以看始是一个生育问题 即时涉及到的是一个爱的问题 两个人面对这样的难题 我想还是有办法 三十五岁也不算高龄 想科学的办法 想要还是有可能的 关键两个人之间 互相多些理解 多些迁就 多些包容 好吗 你们生活在哪个城市 唐山 唐山 就现在住在自己新买的房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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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比如说焦虑的问题 你的焦虑水平还那么高 你让他做点啥事 你的焦虑水平能降下来 不是这样的 你的弦得松啊 你的心思得放缓了 你和他两个人的心境正好要换一换 我也想换一换 至于老公 我觉得你对于整个生活和工作的安排 是丧失了一定的自控权的 我确实也不理解 你想一个问题 你开一个多小时的车挣四千块钱 难道你在家门口找不到一份四千块钱的工作吗 同样干这个活 这肯定也能找着 所以你的整个生活的模式是失控的 你的整个状态 也没有发现你在推进这件事情 事实上 刚才那个刘老师也说了 就是这个事情在辅助生育上面是很容易解决的 它没有一个很高难度 因为你没有气质性的问题嘛 归根结底 归根结底是什么 归根结底 你们有一个很拎巴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们坚定地认为 只有不干预 它才是好的 那你为什么要干预它的工作呢 它影响我了 那既然你那么想要孩子 那你为什么不能去干预孩子呢 它也影响你了 你再过两年不四十了吗 你琢磨一下这个事 所以我归根结底就是最后一句话 你要真是个聪明人 你应该知道 什么时候该干预 什么时候不该干预 好吧 就这样 谢谢老师 老师们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担心和担忧 实际上面很简单 因为跟你们的想法是一致的 你现在的愿望是 我想当一个妈妈 我希望她能当一个爸爸 所以应该对生活做好各种准备 丈夫的工作问题是一种准备 丈夫对生活驾驭的能力是一种准备 做妻子的心态的平稳和不焦虑是一种准备 但是会发现你们这些东西都没有准备好 严老师说了一句话 说也许来了这个节目之后 回去就有了呢 心情一轻松 对吧 有可能是个大概率事件 想明白了 你现在科学的昌明 其实没有那么难 好了 留给你们吧 你们自己才知道 真的那个心结在哪儿 你们只要能在下面的六十秒的时间里 表达出双方明白的那个意思 我觉得就够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 192就要爱 真情六十秒 其实我所做的这些都是想为了这个家 无论是放弃工作 还是什么都是愿意的 其实我也并不希望你能挣多少 我是觉得应该多陪伴 谈恋爱的时候你也没挣多少啊 但是咱俩在一块还挺开心的 现在就是没有陪伴了 然后每天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每天等你到深夜 那我努力去协调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 然后达到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 这话我听懂了 别躲我 是吧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预测一下吧 确实看似是一个声音问题 他们以此求助爱保 说明他们也明白 这就是一个情感问题 他们的情感确实 出现了一点点的那个问题 还不至于分奔离析 双处肯定的 这男生就躲嘛 反正就是不沟通嘛 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来吧 快去嘛 主动一点嘛 好 今儿休息哈 对 外面请着降 哎呀真是借严老师吉言啊 录完咱这节目也许就有了呢 好 来 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一起加油 好 来 来 我们一起见证 这对夫妻的女生 说想要 想要 思想要 想要 回去把思想调整好 所以女生迫切地要孩子 男生不想要 压力太大 接受不了 行了 回家说去吧 把话说开就好 请回 谢谢 行了 那就看清楚了 确实就是情感出了问题了 今天算话说开了嘛 来吧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吧 各位请看 我跟她结婚这么久了 家庭负担几乎都是我扛下来 但她从来都是无视我的付出 做事情永远我行我素 她总是脾气暴躁 生活中给我带来了太多的压迫感 她主内 我主外 付出的辛苦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还要对我步步紧逼呢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我和她关系越来越疏远了 她对我们的感情 也不像从前那样在意了 她的所作所为 真的让我很寒心 我在努力地经营我们的婚姻 我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让步 现在我不知道她想要的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才会合她的心意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习先生37岁来自吉林理发店店员 常女士37岁来自河北文园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主任好 剪发奇缘是吧 对 李乐头就把自己的发型师给拿下了是吧 对 我拿下的他 有有有有有 七年了啊 七年 我们结婚七年了 俩娃是吧 对 两个孩子 哎呦 你看 骄傲的不行 因为我 我带孩子嘛 我当了七年的家庭主妇了 都是我一手带大的 哦 今天来是为啥呀 我在家带娃 她负责挣钱养家 啊 她的工资 我不清楚 发的时间没准儿 嗯 哎 我跟她说这个事情呢 她还不耐烦 说多了还不乐意 咱们两个不能沟通 沟通不了 是吧 不 我怎么跟你沟通啊 主持人 你不要看她在这 说话这样子 她在家就是个母老虎 不是 我已经感觉到了 刚才她说那两句话 我已经感觉到了 她在家都比较强势 对 因为做我这个行业的 你这工资不是很稳定 你有的时候吧 能挣个七八千 有的时候 四五千 五六千 挣多 挣少的时候都有 我多的时候呢 给她四千多块钱 少的时候给她三千多块钱 她就不乐意了 不是 为啥你挣了七八千 给人四千块钱呢 为啥呢 那我身上怎么也得 给我留个饭钱吧 因为我们 你饭钱你留的也太多了吧 你一个月一家四口人对吧 你挣七八千给他四千 你留四千 你一个人用四千 人家三个人用四千 合理吗 我吃饭得花钱 我上班时候加油 还得花钱呢吧 你再说了 在外边 我一个男人 天天出去 我身上不得有点钱 你出去干嘛呀 你不踏踏实实在那站着剪头 你出去那应酬啥呀 那我身上也得有点钱呢 有钱问老婆要啊 人在家带娃呀 心里恐慌呀 没有工作呀 这你不对呀 挣七八千给人四千 不给他留钱 给他留二百块钱 你也别说了 够了 他有事在跟我要啊 对吧 我又不是不给他 孩子的吃穿用度 家庭的费用 人情往来 你留钱干啥呀 留钱 给同事过生日 买蛋糕 下饭店 这就你干的事 六百多块钱的蛋糕 我都没吃过六百多块钱的蛋糕 男同事 女同事 男同事 都有 那他们一起吃饭 肯定都有啊 就说白了 第一点就是妻子觉得 丈夫在财务上不透明 对 不透明 开的还没准 本来就应该十几号开 拖到二十几号 拖到约底的时候也有 我和他说这个事情 我说你问问 或者是怎么不干了 还不乐意 我保证不乐意啊 你那脾气挺不好的啊 你回头了还要带着孩子去找去 你再跟我们老板闹得不愉快 你把我发门了 让同事之间怎么看我呀 你就耗面子呗 我让你强硬一点去要 不是说让你跟他闹僵了 行 钱的问题听明白了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 他脾气太爆了 嗯 总打孩子 然后吧 谁打孩子 我 哦 还有什么呢 就是说 你说收我给的少 但是他花的也太大了 我们家里边光这个不粘锅 得有四五个 孩子原来吃奶粉的时候啊 奶瓶他非得花五六百块钱买进口的奶瓶 后来就是我有一次给孩子喂奶粉呢 我用的这个便宜的 孩子吃的也挺好啊 我就感觉好多钱呢 他是没必要花的 这个电烤箱 一年用的四十两个手能数过来 奶买的干嘛呀 他上班走了 走一天 晚上才回来 我和孩子三天饭全是我做 我预备过多怎么了 我用着方便呢 你的奶瓶 说奶瓶这事 总记着这事 奶瓶是我朋友 他们说用着好 人家说不贵 我说不贵 那就要一个吧 他当时也没告诉我价钱 后人才知道怎么贵 这事总记着 口香 孩子大点了 说想吃个油炸食品什么 我说油炸也不健康 能点空气炸锅的 我做的多 孩子吃着也开心点呗 不依不饶的呢 怎么还 听到了 消费观不一样 刚才说谁大孩子 我大孩子 为啥大孩子 没有他说那么严重 那孩子像他皮 就吃饭 我跟他说呀 你那个 好好吃 你不要一不小心 把碗打了 然后我回城 看妹妹去了 哎 压 退了 哎 我这火都压不住了 他 看见了 而且我没打算打孩子 我就先吓吓他 就把他长记性 家伙肯定不这样了 你上来拦着 我生气 我给你了你吓子 就这点事吧 我已经打碎了 孩子也知道害怕了 他本来就已经属于 惊吓的当中了 你就不会跟他说 讲道理吗 你老大多大啊 刚刚六十六岁 哦 我打到了吗 我没打到 我就是 那不还是因为我拦着吗 是 我打到你了 打我了 他还不高兴了 六点呢 走了 等我 这忙完了 那也忙完了 十点了 哎呀 我这还不回来呀 找找去吧 下去一看 在我们那车里 每天都从那听音乐呢 我说 回去吧 我说咱俩拿了吧 说说这事啊 不得 也不听事 也不理我 我说行 你不跟我说 也不跟我共通是吧 我也他爸他妈 打电话 我都说这事 我说你儿子 撂脸子 怎么怎么样的 你们评评礼吧 下车了 急眼了 要是啊 你打电话 你是痛快了 那都几点了 那大半夜呢 弄得老两口 晚上一宿都没睡着觉 第二天 在东北一千多公里 坐火车就赶过来 来了以后 给我一顿骂 后来临走的时候 还给咱们留了 三万块钱 你再说了 应该的吗 这是咱们两个人的事情 那钱 是留给两个孩子的 那老两口 看不见孩子 心点心意 还说这个 千里迢迢这个事 我从怀儿子开始 就说他东北的嘛 我说 把老家那房子卖了 老两口 收了哪点钱 再攒点 买一套新的 离这咱们近点 总拖 拖到我这二胎都生了 你啥意思呢 那房子怎么卖 毕竟咱们还回去呢 一年有的时候 也回去个一次两次 咱们回去了 住哪儿啊 给他卖了呀 你再说了 以后我父母也有老的那一天 以后万一生病了 以后我还得回去照顾呢吧 就你回去照顾 我不用回去照顾 我是谁呀 我是你媳妇 我是外人吗 那肯定要照顾 也是回去一起照顾啊 这不是说距离远吗 让老两口过来 咱们一起生活 享受享受天伦 要是有啥病灾的 咱们也能一起照顾 我是这么考虑的呀 怎么在一起生活呀 你就拿那次 咱们回东北过年来说 到家第二天 准备是穿亲戚去的 结果你在床上躺着不动的 我妈早起就已经把饭做好了 我妈还跟我说 那可能是不舒服 你们在车上十多个小时 就让她宰家吧 我们就出去穿亲去了 中午没回来 到晚上回来的时候 你可倒好 那饭一口没动 我母亲亲手做的饭 咱们一年就回去那么一次 你就是象征性的 你吃一口两口 也得表示一下吧 你一天躺床上不动 你什么意思啊 咱们那会儿什么情况 是十几个小时你开车 我在后院照顾两个孩子 到老家半夜 第二天不舒服 怎么着我都起不来了 妈做饭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 放那儿了 我都不知道这事 你回来了 看见那饭 哎 没动会儿 上去 咱们吃了吧 我正在躺着脸色苍白 你没看见吗 你不舒服你也没说呀 我早早午就起来了 那我知道你不舒服啊 你拿眼睛出气的 没看见我不舒服 脸色苍白 恋爱的时候可不是这样 恋爱时候 有一点少事你都可记着了 咱今天是干吗 爱了 夫妻两个结婚这么多年 这点事还在这儿说呀 怎么就过不去了呢 问点基本情况 你们现在在哪儿住啊 唐山 那在唐山跟谁住啊 跟我妈 住一起吗 对 住一起 住在一起觉得压抑吗 压抑 在我心里认知可能 好像这个家子 好像不是我的家 因为毕竟不是我的房子 离家这么远 我也想跟我的父母 离他们近一些 那可是这个缘分吧 就没有办法 他只能现在是只能在他们家 说得好像寄人篱下呀 你家贴补你们的生活吗 贴补啊 那不贴补怎么办呢 他那工资也没准 钱也不都给我 那我得过日子不是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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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来干吗呀 让他如实上交 您现在在做什么呀 孩子都大了 刚才不是说了吗 大的六岁了 小的三岁了 那您现在做什么 我找了份兼职 然后我找兼职 孩子就我没法看了 就让我妈先看着呢 这事他也不乐意 那我保证不乐意呀 那老二天天在家 哭着喊着找妈妈 毕竟他姥姥也没带过孩子呀 您是不乐意什么呀 不乐意孩子上幼儿园 还是不乐意妻子工作呀 我是不乐意他工作 家里边又不是说 这一点积蓄没有 我前几年开店的时候 也挣了点钱 谁开店 我开的 理发店 对 为啥不开了 开黄了呗 之前挣的钱呢 没有 你光说我挣多少钱 他不知道 但是我们家 之前挣的钱 我都不知道 行 不算钱的事 钱的事回家算 我们就想问问 你们情感怎么样 你跟你老公感情还好吗 感情还是可以的 所以你今天来这儿 就是要钱的是吗 不是 我是说他的态度 就听我的就对了 对 好好好 你得听我的 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人家就不想听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确实 您妻子的强势都是 flower 早就别听我的 我们就想到 咱们 我们要来 有没有 出发 了 我们 感谢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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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老公就更别提了 完全不尊重 所以你知道 他刚才说了一个什么词 我觉得很心酸吗 他说我没有家的感觉 你没有给他家人的感觉 你向来是 张嘴就来 想说就什么 就说什么 无遮无澜 目中无人 对婚姻不够敬畏 就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 你觉得他不听话吗 我相信你的丈夫当初 和你在唐山 洗劫连里的时候 他是一枪赤诚的 他有手艺的人啊 走遍天下都不怕 怕的是你 你动不了 你孩子在这 父母在这 房子在这 砖头马块在这 他抬腿说走就走 他在唐山 他还是在东北老家 他找一个理发店 去挣个万把块钱 你觉得挣不到吗 没准 你看你依然不尊重他 你也不尊重他的职业 所以我觉得 你是时候 应该稍微地 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有所收敛 你可能特别不认识 说我没有目中无人啊 我不就给他爸妈 打个电话 不就是老人家 赶了一千公里 他们为什么赶一千公里来呀 知道儿媳妇厉害 儿子扛不住呀 为什么老人 省吃俭用的三万块钱 得撂下 媳妇 给我们家儿子一个好脸 真的咱不能这样 我觉得他是 一心一意跟你过日子 你如果不去改正 调整自己的状态 这个人有一天 会受不了的 他在家里 没有家庭地位呀 回家没有家的感觉呀 这是你的问题 你也有个问题呀 你挣的七八千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 只拿出一半 都不到的钱给媳妇 你的心也离这个家 越来越远呀 这是一个 机生蛋诞生机的一个恶性循环 他不尊重你 他对你态度不好 你就开始藏着掖着 你就开始不透明 你就开始让经济上 要自己控制 你可知道 你越用这样的方式 他对你越不满 他越不尊重你 越看不上你 你的防御机制 真的我钱不给你了 我自己来控制这部分呗 我得在外边有面子 我在家没面子 我还不得出去 买个六百块钱蛋糕啊 我还得用一个 五百块钱的奶瓶 才治好一点 你觉得不对 哥们过生日 买六百块钱蛋糕 坐那儿一小时吃完了 你觉得这对 面子不是靠在外边挣的 面子是靠你坦坦荡荡 真的去把手艺练好了 把该赚的钱赚到了 踏踏实实过日子 如果还想过 你还真的考虑一下 你这工资该怎么办 这是先生啊 女士如果还想过 你就得收敛你的状态 要不然老生也逼急了 他离开了你 你可不见得能找到一个 一个月愿意把工资 都交给你的老公啊 谢谢 你是在留私房钱吧 咱们直说吧 对 那就是嘛 他为什么要留私房钱 他开始给自己留后路了 你为什么想让他 把老家那房卖了 不想让他留后路 你就是不想让他留后路吗 对 但是他怎么能不留后路 咱们家挣多少钱 我到今天都不知道 我把钱都给你了 你们两口子 现在的积蓄 他知道吗 他不知道 夫妻共同财产 你给我一数 你没数啊 而且 我每个月的钱都要上交 你就给我留二百 你要让我把家乡的房 也卖了 那我真的没退路了 你坦诚 我可以不留后路 咱们一心一意过日子 你有隐瞒 那我怎么能不给自己 留条后路呢 他父母一千多里地 跑到这儿来 你们两口子打架 他父母留那三万块钱 是留给你的吧 对 小我收点了 你怎么能收呢 为什么不收呢 这话问的没道理 因为那钱不是你们两口子的 那是老两口子的 老两口贵孩子呀 哎哟喂 客气话上 您能揣着明白装糊涂吗 是因为你们打架来的 你们要不打架 他来干嘛 那三万块钱能给你吗 你怎么可以收呢 所以 他开始给自己留后路 他上来就说 就是在咱四方间 一方如果不给对方留余地 另一方就开始 自己给自己留余地 这是一定的 你能给他留什么余地 很简单 夫妻共同财产 你要对他坦白 有多少钱 里有你一半 我得让你知道吧 你该这么做吗 该 对呀 所以 夫妻俩看着 应该是 说来要钱的 但实际上是你们两个人的日子 从最开始的一心一意 现在逐渐在向离心离德转变 所以现在要想改善 是双方的 你先坦白夫妻共同财产 你呢 是不是得把收入坦白 好吗 爱 我是觉得 你们两个人其实都一样 就是你们 我感觉你们从小缺失爱的教育 我能看出来 是你的心是不坏的 心是肯定不坏 但是你那沟通模式 就是我冷愁热讽 就是你老人在那边冷愁热讽 然后说的那个话 就是怎么扎心怎么来 怎么让人难受怎么来 你那个表达的意思 就让人心很难受 所以我很紧张 你知道我紧张什么 我紧张他有一天 突然之间消失 我有很多案例 就突然之间有一天 这男人就不见了 两年三年后才能出现 因为他崩了你知道吗 整个人精神崩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回到家 我就感觉是万重大山 压在我身上 他受不了他就跑了 我不是说他真想走 他就真的崩了 崩了的那一瞬间 就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然后真的走了之后 他又不好意思回来 能理解这个里面心理逻辑吗 能明白 所以我特别害怕这个 因为我感觉你们是有感情的 只是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他也是 你说一个是内敛压抑的人 你呢 是暴力沟通 又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爱的人 结果你们两个人就越扯越坏 越扯越坏 到最后所有的感情 我们叫磨损 不断的磨损磨损磨损到最后 就没有了 所以我是觉得 几位老师说的其实都对 就是我们首先第一个 我们把信心和诚信建立起来 就是两个人 钱也是他挣的 你就告诉他 没有多少钱吗 我不防着你吗 你要防着我 那是你的事 但我不防着你 也不就完了吗 你也是一样 你实在在说 我一个月 比如说我要留三千块钱 一千块钱我存着 将来我给我爸妈 剩两千块钱我零花 你也跟他老老实实说就完了 就生活里面 总有这种 突如其来就难了一下的时候 说句实在话 你们两个人哪怕抱头痛哭呢 也比你在那边冷嘲热讽 他在那边憋气憋去 要强得多 你信不信 今天你跟他抱头痛哭 他就有家的感觉了 你哪怕哀求一下 你说老婆 你今天别说我 你就今天别说我了 让我陪我喝个酒吧 宣泄一下 好不好 好 你也让他宣泄一下 发泄一下兄弟 好不好 好 就这样 为啥那么飞扬跋扈 你说话可冲啊 平常就那样吗 对我平常也那样 平常也那样 所以他怎么会看上你的呢 变了吧 我恋爱的时候不这样 就攻击心特别强 想想其实挺难的 就吵完架了 在丈母娘家 那个时候我跟你说 当一个男人躲在车里 在那儿听音乐的时候 当妻子的就要小心了 其实婚姻真正的问题 就已经出现了 而且是个大问题 所以你心里是没感觉的 你肯定是觉得自己的情感 出了问题了 你来这儿 你拿这个东西说事儿嘛 我们都懂拿什么说事儿嘛 什么钱不钱的 对于夫妻来说 我觉得都不是个事儿 夫妻在一起是要过日子的 过日子就是有伤有良 才叫过日子 夫妻之间让一个人 躲在汽车里去哭 哭完之后 另一个人还把他的父母 都给弄来 这个婚姻能守多久呢 给您提醒一下 好 我们一起进入 192就要爱真情六十秒 怎么说呢 我也不是想 特意地就给自己留私放钱 可是我就认为 也可能是之前的习惯吧 经济比较自由 以后吧 还是给我留点钱嘛 好 给你留点钱 以前我也挺温柔的 也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都变成汉服了 我也有错 改 能改就改啊 恢复 这时候发炎还那个呢 一个月要多少次了 有 一千多块钱也够了吧 一千多少 一千三四 一千四五 一千吧 一千够了 还有事啊 她可以再给我药啊 现在也挺方便的 有事跟我要 直接发给她就可以了 行吗 行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 报名热线是 02236 0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游老师 很显然这场婚姻 已经发烧了 但愿今天我们是给他打了 一个聊天的青霉术 有点效果 双出肯定 控制了这个丈夫的收入 可控制不了人的心 我希望这个妻子 还是好好想一想 怎么从感情上 信任上 尊重上 去维系这段婚姻 而不是抓紧 这个男人的每一分钱 才安全 双出还是会双出的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 今天已经挺不容易了 已经在努力 在表达一些事了 我觉得还有进步空间吧 加油吧 双出 来 看看他们怎么选择 请 这妻子咋就那么不满意呢 咋了 还行吧 断着劲呗 此时此刻 得敲打敲打你 好 来 听听婆婆的采访 其实说实话 我儿子在外面 也不容易 要赚钱养家 我们离他远 他有啥哭也不和我们说 总是报喜不保佑 其实呢 当妈的也能感觉到 他总想自己扛着 小长啊 你也多理解理解我儿子 我知道你在家带两个孩子 不容易 但是日子慢慢过 不着急 我不在他身边 你也要多体调他点 不要比他 做父母的 希望你俩好好的 幸幸福福的 听说你们去参加节目了 都听老师意见 俩人都好好反思 婆婆多好 这妈多好 既然选择了两个人 要牵手 要走一辈子 听听你婆婆的话 感受一下 妈对儿子的感觉 是最主要的 我就是想把儿子 交你手里 让你好好带 你还这样 来吧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夫妻的 浪漫时刻 请见证 来 以后我改 好吗 好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加油吧 还真是挺有感触的 愿他们幸福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 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广电5G192 全新号段 全新体验 让爱相连 同时也再一次的 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超级空币和更友谈的 一文化 超级空币和电软